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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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 我眼睛不好使 你看见什么没有 我那个脸篮子飘起来了 我看见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倒是看见了 这四周没人 这篮子怎么会 它怎么会自己起来了 也许这大概是我的眼睛花了 我没看见 没看见 扫帐 扫帐 他起来了 怎么起来了 扫帐 下来 扫帐 你吓起来了 怎么回事 我听说这园子里闹鬼 杜律娘原来是被那鬼缠住的 现在你揉我 别提我了 这不关我的事 我什么也没说 我什么也没看见 对不对 我先走了 老先生 你留着吧 这地方不太平 我何必留在这 我也得走 都走了 走了也好 杜律娘 你在里面还好吗 你呀 死了为一个情字 不愿死也是为了一个情字 只可惜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说你好 都以为你女人家不守妇道 就连在梦里都会和一个男子优惠 杜律娘 杜律娘 你把那些看不懂你的人吓坏了 你怎么还不来啊 杜律娘 这心知情的人 你在哪里 你怎么还不来 有人吗 有人没有 里边有人没有 对不起 这是谁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里面有没有人 里面有人吗 我不是人 本来我在里头 现在我出来了 里边没人了 那里面牡丹花还开着吗 你有病 这都什么季节了 大雪纷飞百草枯黄 还有什么牡丹花 真是 有的 我差不多三天两天梦见某的花开了 开得可漂亮了 你这个人才真正叫做梦 这里边没有你要找的人 你是来寻梦的吧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寻梦的 我还要找一个人 我看你这个人真病得不轻 这里边没有你要找的人 快走吧 有的 里面有我要找的小姐 好烫啊 你真是病得不轻了 越说是越荒唐 我看你是冷的还是饿的 可怜天下读书人 你既然来了 我就让你到里边去暖和暖和去 这里边挺宽敞 就是没什么人 灶台上锅里还有点剩饭 你那可以吃 谢谢 谢谢 你住这可不能白住 你得给我看好那个坟 这里怎么会有坟墓 而且是个女人的坟 女人 谁家的女子 南安太守杜老爷的千金 他是怎么死的 我说你不要问那么多好不好 你只管日出扫院子日落关门 明白吗 不要问了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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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了 行了 这有持有助的你就在这栽着吧 那我走了 多谢先生 行了 这也是牡丹园哪 上一回我来的时候 正是百花争宴 春风晚人 园里的人都挤不下来 还不让我进来呢 没想到事隔一春一秋 是这么凋零 这是人生如梦 你是谁 我问你呢 你是谁 好在好些人给我床被褥 这么冷的天 我还有被褥盖着 可我还没那个年轻女子的坟 不要被风雪给压没了 对 我去给她添增草 哎 你要去哪里啊 你真的要去找我啊 那我忘了问老先生了 那这坟在哪呢 难得还有事 是 这边 这边 嗯 哦 好像就是这边 哎 你懂错了 我都会褥在前面再后面 哎呀 哎呀 嗯 嗯 嗯 哎 这就醉了 我杜丽娘的坟在那边呢 啊 对 慢慢走 再走几步 哎 哎 哎 幸亏我想着你了 再玩来一刻啊 你就要被风雪盖没了 好 我看看你的墓碑 啊 小女杜丽娘之墓 啊 这个小女子叫杜丽娘啊 嗯 哎 那你叫什么呀 嗯 哎 哎 你现在暖和了吧 哎 哎 那老先生跟我说呀 你呢 是杜太守的女儿 杜太守 奉皇上的旨意到淮阳打仗去了 你母亲啊 也避难到了乡下 都走了 就由我来照顾你吧 你叫杜丽娘 那你长什么样啊 我长得美容仙女 哎 你呀不会很漂亮的 哼 我知道 你这个人呢 肯定是不讨人喜欢 只是呢 只是让人可怜 我呢就是来可怜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不讨人喜欢啊 我也不需要你可怜 哎 哎 哎 谁 谁 谁呀 谁在这里 你出来 还推了我一下 我 你出来呀 你是人还是鬼呀 我都不怕你 我告诉你啊 哎呀 老先生 老先生说这园子里闹鬼 你有本事就出来 我倒要看看 你是男鬼还是女鬼 哦 你这人胆子还挺大的 好吧 你回去吧 站在这里很冷的 明天见了 多谢陈先生肯收留我 只是我身无分文 没办法筹谢 不用了 天下秀才都是一家 来 喝水 怎么样 住的还好吧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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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到那坟头去了好几回 陈先生 我今天是特地想来问问您 那位太守小姐是怎么死的 你多问了 先生 晚上知道这样问是唐突了 不过还是请您告诉我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你知道自己唐突你为什么还要问 你这个人我发你 陈先生今天如果不告诉我 我就不走了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 这你可就了解我了 陈先生 你就告诉我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你怎么死的 你 你 他是为情而死 为情而死 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女子 我愿意为他守焚 陈先生 他长得怎么样 我看你是多问了 问起来没完没意思 不是 我是想为情而死的女子一定长得非常美丽 跟仙女一样 红颜薄命走了 那他走势多大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问起来没完没了的你 你问吧 趁着你还有气你就问吧 你问什么我都告诉你 我告诉你他十几岁了 那你告诉我 他是为谁而死的 你这不是要我这个老头子的命吗 我怎么知道他为谁死的 就是杜丽娘 他也不知道他是为谁死的 你快来走吧 你走吧 你快去坟地去 去给他砍坟地去 快去吧 他虽然不知道是为谁而死的 真是难为杜丽娘了 我要为他守坟 一定要守 等会儿 等会儿 这是一点米 你拿着可千万别饿着了 你要是饿死了就没人给他守坟了 你知道吗 谢谢你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饿着的 对 也不会让杜丽娘饿着的 再见 这人开始有病了 有人吗 没想到杜太守的家 现在是空空荡荡 这人都是尖属的 应该是被人拿下来 太守坟了 这人是独立娘的小姐 他誰是神医生的 他根本想到杜丽娘了 卖下来 别人 这人都没有用 我可可了 你不要乱走 你怎么闯到我的闺房里来了 你想干什么 那个杜丽娘是住在这里的 房间里都是小姐的东西 对啊 铅纸镜子衣服还有书 看来这个小姐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嘛 干你什么事 行了 你是为谁死 我也没兴趣了 好啊 你敢在这里奚落我 你还说我和别的小姐没什么两样 别的小姐会像我这样死吗 那是那 杜小姐 这支笔是你用过的吗 我不能白来 归我了 你个无赖 喂 谁 谁啊 这支笔我不要了 你不要吓唬我 原来是这张画在动啊 好 好 好像是张自画像 好 你就是杜丽娘啊 哎呀 简直是美若天仙呢 实在是太美了 杜小姐得罪得罪 我说你长得不好看 实在是说错了 请你别生气 别生气 别生气 你的眼睛那么漂亮 那么多情 又是为谁而死的呢 要是为我而死就好了 说明你很爱我呀 又你爱我是我的不分哪 你怎么这样不要人 臭袖子 我才不会爱你 才不会你死呢 这样的女子多好 又有才又痴情的 我应该把你娶下来带走 跟我走吧 你一个人在这里都没有意思 我把你带走 免得你在这独守攻防 好了 走 你这个无奈 你怎么能偷我的东西呢 放下 喂 你谁 怎么可以撕宠园子 我还没问你是谁呢 我是陈先生让我来这里守坟的 就是那边那个坟 那我误会了 先生贵姓 我叫柳妙梅 是要去京城赶考的 北方打过来了 就被耽误了嘛 婆婆 你在这住 这住户 见没见过一个叫 叫都里娘的小姐 见过 我怎么没见过 见过 你看看 她是不是像画里画的一样漂亮 她可比这画上漂亮多了 我知道 她这个画肯定是生病的时候画的 你看她知道自己要死了吧 那两个眼珠子里都画出了那种怨恨的感觉 泡泡设的真对 她在眼睛里确实有股怨恨 可是 可是为什么 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 我跟你说也不要紧 但你千万要保命 不能外出 好 好 好 她梦见了一个男人 就跟这男的相好上了 就在牡丹田后边 你看见没有 就那边 她就得了相思病了 可是她这一觉醒来非要找这个男人不可 你说她这是梦 找得着 最后又死了 秀仔 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情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这个叫杜丽娘的还真挺 挺让人心疼的 就是 挺可怜的 哭了 这男人听着我的事哭了 还说我挺让人心疼 谢谢你给我讲她的故事 这话我带走了 这话是偷我保管的 你可不能带走 不 偷我保管的 不行了 不能带走 不行 我这还有点银子 谢谢你 谢谢 好好保管 黄道姑 别弄坏了 我的画 那好吧 我就让你把我的画拿走 不过你可别拿到街上去卖掉换钱 穷秀才 杜丽娘 你的容貌 你的身影 你的故事 你的痴情 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只可惜你死了 太可惜了 要是没死的话 我这辈子定要跟你天长地久倒白头的 这画边还有一行小字 我怎么没看到 若是还能入梦中 不再梅边再柳边 那不就说的是我柳梦梅 对 我在梦里好像也梦到过这样的情景 难道就是杜丽娘 难道就是杜丽娘 是不是她 不是 可要不是的话 不再梅边再柳边 那不说的就是我柳梦梅 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 不行 我一定要去问个明白 怎么回事 你要到哪里去 是啊 哪里去看 杜丽娘 我柳梦梅来看你呢 你在话上提到我的名字 你怎么知道你孟着的人会是我柳梦梅啊 杜丽娘 你说话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告诉你 我也梦到了你 你在梦里跟我说 我是你最知心知情的人 我跟你说 我要和你白头到老 后来我梦醒了 我来找你 千山万水 我不顾北范的追杀 可是为什么我还没有找到你 你就死了呢 我不要你死 我要你活 杜丽娘 我要把你做坟墓里给扒出来 你君是我的冤家 你把我挖出官司三天后我怎么复生啊 我跟阎王爷约好的 你这是在害我 你知道吗 你挖出来 我陷了原刑 我根据缘分就没了 你知不知道 杜丽娘 我一定要看到你 就算你死了 我也要和你想一道白头 それでは 我的 spectacle 怎么样 他 美 他们 你谁 我就是你死了都要找的杜丽娘 杜丽娘不是死了吗 我没有死 你过来 过来摸摸我的脸 不 你过来摸摸 别怕 看看是冷的还是热的 真的还是假的 莫莫 莫莫 你的手就好了 你再睡一会儿 我要走了 你千万别来找我 我今天晚上再来看你 我真的跟你过去 我只会将那你给你带来 你带来 我今天给你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 他 你的人 你带来 他 你带来 我 你带来 我 我不能再陪你了 我走了 能不能再看吗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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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早了 有没有看见我的丽娘 你吓死我了 你跑什么 我告诉你 丽娘她没有死 昨天晚上我还跟她在一起 那你一定是一道鬼 我告诉你 当初丽娘就是遇到了男鬼 整天迷迷顿顿的死了 今天你遇到的是女鬼 你也会死的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昨天晚上看到的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子 她说她一直在牡丹亭后面等着我 终于把我等到了 她高兴得不得了 接下来她就要把你掐死 不会的 我看丽娘可爱我了 怎么会把我掐死 那是灌了你迷魂汤了 我跟你说 她要先把你迷倒 然后把你掐死 最后起你的惊喜 不会的 你可不要吓我 你只要告诉我 你大清早看到她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们家丽娘穿着红裙 系着黄腰带 鞋子上还绣着牡丹花 可漂亮了 没有 秀才 秀才 我告诉你一句话 今天晚上这个女鬼还会来的 你就听我黄道姑一句话 你准备好一根很轻很结实的绳子 等她一来你就把它捆上 会捆吗 我跟你说 我在门外准备好除魔驱邪的东西 只要她出来 你一喊我就马上冲进来把她制服 我会帮你的 可她不是鬼吧 骗不了我 你看看这牡丹园荒芜多日 哪来的什么人影 哪来的什么杜丽娘 我跟你说 这个地方不会有其他女子到你这来串门的 千真万确一定是鬼 你至于说我倒真有点相信了 是了吧 我跟你说 这个女鬼你一定要制服她 有她没你 有你没她 听我一句话 我黄道姑说话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好 准备绳子去吧 好 好 柳梦梅 才过了一夜你就不把我当人看了 秀才 秀才 你要记住 一有动静就喊我 记住 我知道了 你来啦 窗户没开 你怎么进来的 柳梦梅 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想把我怎么样 你说什么 这是什么 咱帮我捆起来是不是 来捆 捆啊 不是 刚才我在门口 看到黄道姑正在算计我 你跟她串通起来 想把我赶走是不是 我知道 你怀疑我是个鬼 那好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是个鬼 我已经为你死了 你真是鬼 我把你看成是我最知心知情的人 我不想对你有半点隐瞒 我想把什么事都告诉你 这就是第一件事 我是鬼 你还能接受我吗 丽娘 你别哭 黄脑泡听到你的哭声 她就会知道你在这儿的 你别哭 好不好 我 我就是要让她听到 让她知道我这个鬼在里面 她就可以做法把我震住了 那这样你就可以安心的过你的安稳日子了 你就不用担心我这个鬼来害你了 我 我真的没有害你 我真的没有害你的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刘秀才 你鬼进来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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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知道里面有女人的哭声 没有 没有 屋里就我一个人 真的 我不放心 你快开开门让我进来 我现在手里正拿着驱魔的香火 我要把女鬼驱出去 怎么办 你害我正是时候吗 我怎么会害你 不要出声了 我过去把门顶上 你不要出声 你不要进来 我跟你说 我已经脱衣服睡觉了 你一个倒哭进来 有所不变的 这样 你晚睡一会 让我进来 开门 我不开 我不开 你不开门 那你心里肯定是有鬼了 让我进来 救你一命吧 你还不开门 一二三 黄道姑 我说你这个人 真是捕风捉影 我都说过这里没有人了 你还是不相信 我告诉你 你赶快走 要不让人家看见 我一个年轻小伙子屋里 半夜来了个道姑 你晚间不保 我年岁大了 不怕人家说 我说这个女我上了 我得找找 你怎么把我吃磨的相互给扔了 下屋里我们有什么鬼 有什么相互 你快走吧你 那个女鬼肯定知道 明晚上在这里她不会来了 你快走吧 天都亮了 好 我要睡觉了 小心 我走 我跟你说 你女鬼来了 你可千万不要被她迷重心跳 我要睡觉了 你出去吧 谢谢你的关系 走 走 立娘 你躲到画里面去了 她刚才真是急死我了 别装模作样了 你要听黄道姑的话 别被我这个女鬼迷住了心窍 我完了 我早已被你迷住了心窍了 一辈子都无法逃脱了 你不怕我掐死你 不会的 我要是狠起来 真把你给掐死呢 掐死也好 反正我彻底解脱了 反正 我也知道你对我没什么真情 我怎么对你没有真情 柳梦梅啊柳梦梅 你也不想一想 我是怎么死的 我不是病死 我也不是饿死 我是因为朝思暮想断不了对你的真情而死的 我是个相思鬼 相思鬼 我就是现在做鬼 我还在想着你 你不知道我的心 难道不知道我的情吗 好 都离娘 这个事情是爱我恋我的 只有你 可我还是要提醒你 我是一个鬼 我 离娘 没关系 我愿意和你这个 有情有义的鬼 做夫妻 真的 真的 可是我不愿意 我刚答应你 你怎么就反悔了 这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件事 你的事情还真多 我是鬼灵精 好 小精灵 你讲 不行 在说之前 你得跟我山盟海誓 怕我变心 男人对女人往往说话都不算话 明月当空 我柳梦梅对天发誓 我和杜丽娘一梦定姻缘 你怎么一个人说起来了 你得跟我一起说 那你跟我一起跪下 一梦定姻缘 一梦定姻缘 相伴到天涯 明月作证 地久天长 我的好人 我现在告诉你 我能还魂 还魂 就是还能复活 我 人死了怎么还能活过来 我可以的 阎王爷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跟我约好了 说我三年以后让我重返人世 真的 不骗你 太好了 我们可以做人家夫妻了 只是要等三年 三年那么长时间我等不及 都快一年过去了 那我也等不及 我要等七百七十几个黎明 七百七十几个黄昏 我怎么熬得过那么长时间 我真的等不及了 丽娘 你怎么那么着急 可是男人就是这么心急的 只有你才这样急 我让你见笑了 既然这样 让我想想办法 七笑了 丽娘 我只能在夜里来 天不亮我就得走了 不 你不能走 我要你留下来陪我 你不可以走的 我也想留下来陪你 丽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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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现在就得走了 我跟你是要天长地久的 不在乎这一时一刻 今天夜里你等我 丽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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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秀才 你干的好事 你就在窗下偷听一夜 没错 我又冷又饿又累的 听了一宿 你不想进屋来捉鬼 你们那么相亲相爱的 我闯进来 不是做恶人了吗 我有病 多谢黄道姑 你这个小鬼精灵 你绕着圈子说话 你什么意思 燕王爷 你不是听明白了吗 我杜丽娘现在就要还回复活 我宠返人间 那我不是答应你了吗 三年以后 三年以后我头发都白了 三年以后很快的 现在都一年了 不行 还有777个黎明 777个黄昏 我等不及 我熬不过了 我现在就要回到人世间和他做夫妻 你等不及吗 是你等不及了 还是他等不及了 我 都说这男人急着找媳妇 你 这美娇娘也急着找老公 那这个男人我也喜欢吗 杜丽娘 你真是痴心至极 那你答应我了 答应 答应 答应你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不是说了 你说我痴心 要成全我 让我提前返回人间 我是这个意思吗 对 阎王爷 你是堂堂的阎王爷 可不好抵赖的 好吧 我阎王爷答应你 好 donc 中逢 浮幻佳似风中逐 黄榴槽 远阳望 红边黄若花上路 千朝 心衰爱诗 后听山海梦 纵北雨打 风吹月月去 燕子归来 雕亮何处 多少宿命都化作 一是琵琶 雷是青山 传世千古 传世千古 传世千古